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由工信部 科技部 商务部等多部位主办的 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 在会议上 科大智能率先提出了 智慧工业的理念 科技的持续进步 让我们对生活 充满期许 万物互联时代 科大智能 以智能家工业为核心 推动行业客户转型升级 我们联通汽车消费与生产 让客户需求变成产品数据 运用多智能体分布式 在线决策算法和5G终端 实现AGV集群的整体调度 与协同作业 打造高效协同的数字车间 实现汽车制造过程的 柔性控制 将个性化定制 变成可能 改变人们出行方式 科大智能 积极布局公共交通领域 参与国产飞机工业体系建设 为大尺寸飞机部件 提供5G协同控制 AGV智能运输方案 进军轨道交通领域 研发智能巡检机器人 为轨交安全 提供可靠保障 我们为客户定制 智能电网建设方案 将5G和AI技术 融入泛载电力物联网终端设备 让能量传输 让能量传输时刻被感知 高建能源互联网生态圈 赋能电力行业 守护城市 我们变靠传统生产方式 助力行业客户连接消费互联网 以大数据技术导入消费的需求 结合工业互联网 打造数据互通的智能工厂 完成消费端到生产端的供应链 预测与协调 实现工厂智慧运营新模式 提高商品流通效率 助力城市便捷生活 未来充满了想象与希望 科大智能 作为智能工业营运者 智慧生活创造者 将一如既往 以智能科技 开启智慧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